北韓下個月初召開勞動黨大會 北韓領袖金正恩星期二出席勞動黨政治局會議 會上討論第八次勞動黨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敲定大會日程、審議代表資格 以及計劃提請大會的文件等 會上認為北韓各領域就疫情防空 以及災後重建的80日戰鬥取得良好進展 為召開黨代表大會打下基礎 要繼續為黨代表大會做好籌備工作 對上一次的勞動黨七大在五年前舉行 確認金正恩的最高領導人地位